你之前有的含時長這邊聊過藍牌的事情 然後您再說的數據、科學資料 但是很早說我們兩個人只拍了幾多集 對啦,但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相信數字 這個,我每次說理性務實、科學 那科學的精神就是數字,數字管理 當然,韓總是這樣 反正他人就是很好放,很好爽 但是我還是科學家 我也跟他講說,這種民調的分析 他也聽得懂啦,不過他都會說 啊,那要那有什麼kimoji 對啊 我們兩個人講的話都很符合我們兩個的style 我上次跟科匹啊 10月9號跟科匹談,一對一談 其實談藍、百合 那科匹啊,講得非常清楚 給我一個民調 給我一個科學 給我一個數字 我是學科學的說服我 我說我是講感情的 南部人口口是說kimoji kimoji如果是爽,怎麼看你都順眼 kimoji如果是不爽,怎麼看你都不順眼 這樣對不 南部人就是如此 我在選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有一個小插曲從來沒講過 有一天獅子會 我們當然要去敬酒啊 一桌一桌敬啊 都是一些董事長啊 總經理啊 敬到一桌 我敬一桌人 突然有人說這個女的董事長啊 在我們高雄 非常有名啊 大家高雄都買他們家的東西啊 是我們化醉跟人 非常有錢 非常有實力的女企業家 我就拿酒敬一下 董事長你好 敬你一杯 那個女的我記得五十多歲大概 冷眼的看著我坐在那裡 說祝你高票落選 我說 那剩下一桌的人全部看著我 我的臉都紅了你知道 太尷尬了 這個禿頭以後很少臉紅 那一剎那都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我說你怎麼這樣講話呢 他說因為我要投陳其邁啊 可是我又怕你看你人不錯 希望你票高一點 但是希望你落選 哇 你看我風度多好 我說董事長謝謝你 你投陳其邁我尊重 我們喝一杯好不好 他說好啊 他就蹦 我們就把它給乾了 如果今天到了北部 就算是他不投票給你 他一定 喔好啦好啦 或者不看你 眼睛不看你 我們就知道這個票跑掉了 因為他眼睛不看你 大概在北部差不多就是這樣 到了高雄不是這樣 他很直接耶 然後我跑到左營 舊部落裡面 三個人在喝酒 我跑去 欸兄弟啊拜託一下 欸你來沖啥 沒有你的票 我說我來拜託一下 欸不用拜託了 我沒有投陳其邁 那我說我跟你們喝一杯酒 他們喝海泥跟啤酒 我可以跟你們喝一杯 喝酒可以啊 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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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棒一杯 把它乾了 乾了以後 那三個啊 一看就叫森綠的 一個字 送 我就走了 這就是我們高雄人 我們所有的感情啊 都是非常非常直接 大家說乾杯 這次選舉 非常非常的重要 南部人的開口 還有一個南部人的需求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我想要跟所有高雄鄉親報告 這次的選舉 我們一定要當一個聰明的高雄人 我們絕對不能當一個笨笨的高雄人 聰明的高雄人 有三大重點 第一 最愛好和平 全世界打仗 最危險一定是首都 第二危險一定是軍事要塞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 全台灣最危險一定是台北 首都 第二危險一定是高雄 因為所有的軍事要塞 陸海空三軍跟海軍陸戰隊 以及全台灣最好的軍港 左營都在高雄 高雄人 要告訴全台灣全世界 我們高雄280萬鄉親 是最熱愛和平 最拒絕戰爭的對不對 對 第二點 高雄鄉親 放到腦袋裡思考 我們高雄人 我們高雄人 現在負債全國第一 我們將近有2500億的負債 我們高雄子弟 80% 畢業之後都離開高雄 各位高雄鄉親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孫子 離開我們可愛的高雄 為什麼 80% 因為找不到好工作 賺不到錢 所以聰明的高雄人知道 我們的城市負債這麼多 我們經濟這麼的弱 我們一定要全力來培拼經濟 280萬的高雄鄉親 上下一條心 衝刺我們的經濟 吸引外資來投資 把我們整個城市基金帶動起來 讓我們流落在異國他鄉的子弟 能夠回到高雄 我遇到好多 我在加拿大 美國 在日本 到很多地方 甚至到了新竹 花蓮 只要 高雄年輕人 很多看到我 市長 你好 你好 我爸爸 我阿公是你粉絲耶 我說你阿公幾歲 80歲 我說那你本人咧 他說20多歲 我不是你的粉絲 我投城市賣的 有一次到新竹尖石鄉 一個女孩子看到我 大概30歲左右 市長 我高雄人耶 我阿嬤是你的粉絲耶 我說你阿嬤幾歲 80歲 我說那你本人咧 他說我 不是你的粉絲 我也是投城市賣的 我說喔這樣子 為什麼我韓國瑜的悲哀 就支持我的男的 基本上都社戶性總大了 其實支持我的女的 都過了更年期了 所以各位鄉親 我講這個話 要告訴大家 九個台灣人 就有一個高雄人 我們的子弟 完全飄落在異國他鄉 連加拿大都有 看到高雄人 還上來過 海市長我會在加拿大碰到你 他們好渴望回家 他們想家 但是賺不到錢 所以各位高雄鄉親 搞清楚 我們要全力衝刺經濟 第三點 聰明的高雄人要知道 我們要追求城市的定位 我們要追求高雄未來的目標 美國政治中心 華盛頓 美國白宮 國會 五角大廈 通通是華盛頓 但是美國經濟最發達 紐約 中國大陸政治中心 北京 中國大陸工商業最發達 上海 未來台灣 政治 一定是台北 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 但是 工商業最發達 一定要在高雄好不好 好 我們要追求我們高雄市未來的定位 所以我們希望 所有高雄鄉親 今天聽聽老市長的話 這三年 我離開高雄 大家說你日子過得怎麼樣 我說十個字吧 他說哪十個字啊 出門靠朋友 回家靠老婆 大概就是我這個生活三年 但是我無時無刻 不再思念的 懷念的我們高雄鄉親 我時常在擔憂台灣的未來 聰明的高雄鄉親 記住三點 我們要和平的高雄 要經濟發達的高雄 要有明確定位的高雄 我們把一切希望 拜託我們下一屆的總統當選之後 千萬不能南北差異 一定要把國家更多的資源 放在我們大高雄 讓我們經濟起來 教育辦好 讓我們流落在外面的子弟 回到我們的家鄉上班 整個把高雄發達起來 我們把一切希望 放在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拜託大家謝謝 快點 快點 我還記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